我现在来介绍的是投影 这个投影量这个部分的话来说的话呢 无论是在物理或者是数学都会经常的使用到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内容 我们假设这个长度叫做x 这个长度叫做y 那么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 si 的 theta 是等于斜边分支对边 斜边分支对边 所以是 a 分支 y 那么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 cos 的 theta 是 a 分支 x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来想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 这个算是最重要的 这个 x 就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 a 乘上 cos 的 theta 那么我们的话呢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是什么角度呢 相当于说这边是一个太阳 直直地照下来的话呢 这个原来长度叫做 a 那这个长度就会变成什么呢 a cos theta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 a cos theta 我们的话呢这么讲 我们的看法是看法是说 这个量就是所谓的投影的量 那另外一边就是 a sin theta 我们称这个段叫做 x 分量 这个叫做 y 分量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记得 这个的话呢 是经常的使用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长度 投影在这个角度上面 叫做 a cos theta 另外一个就叫做 a sin theta